三代人种了40年的三北防护林 为什么挡不住这一次的沙尘暴呢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的第八次沙尘天气 包括南京上海等南方地区在内的18个省市空气质量爆表 有网友就问了 这一次沙尘从蒙古到我国 是正好经过三北防护林 为什么我们种的树不管用了呢 其实应对沙尘暴三北防护林的作用是治本 也就是把沙地变成绿洲消除沙尘暴形成的条件 应对本地产生的沙尘暴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一次的沙尘暴主要是来自蒙古国南部戈壁潭 跨过国境在切密高空是顺风而来 这就不是防护林能阻挡得了的了 蒙古国的过度放牧 让他们40%的国土已经变成了沙漠 情况不容乐观 沙漠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人类命运的共同课题 它不仅需要我国的大力整治 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再录一个小段聊聊这沙尘暴的事 这次沙尘暴确实很猛烈 南方很多省市都遭受了波及 之前老是我们北京人 内蒙人我们遭受这个吃沙子习惯了 这次呢范围很大 很多南方朋友也吃到了 于是呢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但是呢有意思点在于说 中国的官媒央视等等 这次又甩锅了 而且甩的让人有点恶心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种了40年的三北防护林 为什么拦不住这封沙呢 原因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蒙古国的问题 蒙古国因为过度放牧导致的沙化 所以这沙子是从蒙古来的 哎呀我听完之后啊 我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所以今天咱们专门做一期 咱们也来劈个谣好不好 咱们来劈谣咱们讲事实百道理 为什么我跟他说这沙子跟蒙古没什么关系 或者至少跟蒙古的沙子可没关系 好那我们从何说起呢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 根据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的说法 那历史上啊 历史上消息 2000年就是2000年到2016年 中国的沙尘暴的趋势 呈现一个从西向东 从北向南逐渐递减的规律 也就是说北部西部是偏多偏重啊 南部啊 东部是逐渐减少 而且根据具体次数来看 2000年到这个2016年 平均的沙尘天气过程次数 较往年的这种常年平均次数 叫偏低 尤其是2011年到2016年 在这五年当中平均只有10.2次 跟往年经常的是14.9次 有明显的减少 而且如果你说细节来看的话 这个2001年的时候 是这个沙尘暴天气的高发期 出现了沙尘的这个过程22次 沙尘暴的过程11次是近年来最多的 但是呢到了2014年的时候 沙尘的天气只有7次 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就是至沙开始啊 明显的收到了成效啊 所以呢从这个2010年以后啊 包括2011年14年15年16年 这些年的这个沙尘暴天气过程 都不超过两次 2015年只有一次 所以从这个大数据上 理论上来说 中国的沙尘暴应该是越来越轻的 怎么这两年突然就严重起来了呢 难道你们家蒙古过度放牧 这两年就突然严重了 你们家过度放牧完了这个沙漠化 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央视再一次的用它的实际行动 向我们证明了 或者说不光央视啊 中国的官媒向我们证明了 他们的甩锅功力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你找个背锅的 你也找个靠谱的 蒙古南部的戈壁滩 那是这两年形成的吗 所以这纯粹是在搞笑 而且最可乐的是 他甩锅的这个过程和结论 属于完美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砸在这个三北防护林这事上 咱们一步步说 首先他给这个理由叫什么 这个沙子从蒙古卷到高空 一下卷个上千米 那我们三北防护林很低 自然防不住这样的沙子咯 哎呦好可惜哦 不是我们的锅呦 蒙古人太坏了 美国人太坏了 都是这套玩法 可实际上呢 沙子是分层级的 有数据显示 这沙子如果说它的颗粒是1毫米到0.5毫米 那就是粗沙 在十多级的大风情况下 能够也就飞个二三十厘米高 很低粗沙子 风没那么大劲 然后呢一些不那么粗的沙子 可能飞得到了1米高2米高 而飞得高的是哪些呢 是一些叫做粉沙的颗粒 这粉沙有多粉啊 这个大概是0.05到0.005毫米直径啊 那个沙子大概能飞到上千米的高空 就1.5公里左右 那郭忠宏们这事有意思了 北京的这个黄沙漫天你们也看到了 虽然有很大一部分 确实是有这种颗粒沙 这种细沙非常细 那个天雾蒙蒙的 但是你能看到那个沙尘暴过来的时候 那个地上滚滚的黄沙 这个沙子是一路过来的 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只是说高空的蒙古的沙子 就真的能够飘过来的话 它应该只有哪些能够飘过来 只有那些粉沙 就是那些直径在0.05毫米到0.005毫米的 那些非常微小的沙子 有可能飘过来 那给我们的展现的 也就是天空有一点灰有一点黄 绝不会出现那些那么大的那些东西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需要一些气象方面的知识 那专头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气象学家 我也不可能是 但是这方面我正好碰巧 因为兴趣爱好 我稍微懂一点 当时我是北京人 北京不是这个雾霾 这个沙尘暴 我当时就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信息 影响中国每年就是说春季和秋季的 这种空气质量的这种沙尘暴的主要原因 是这个气流 是吧 是冷风过境 初中地理的知识 那么影响中国气候的主要两个问题 一个是乌拉尔山的高压级 一个就是西伯利亚杠蒙古气旋 你也可以称为蒙古低压 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气流 是经常季节性的侵袭中国 那么他确实有可能携带着这些沙子飘过来 但问题是啊 这个气流这个东西啊 你要知道三北防护林他干的活 可不是像这些官媒说的 说我们把沙子挡住 那是最low的玩法 你能懂我意思吗 那是最low的玩法 真正的沙尘暴 他一定是步步推进 一层压一层 什么意思 他的气候的这些特性 决定了 那个气流是层级的 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观点 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地面上种满了这些树 种满这些林子 枝繁叶茂 这个气流做蒙古低压 这个气泉过来再怎么强 经过这个三北防护林之后 它风力就弱了 三北防护林是这么制杀的 这么防杀的 不是靠叶子挡住 而是降低下层的风速 让这个风速慢下来 那么上层的失去了这个空气流 它那个气流冷风怎么形成的 冷热空气交汇 形成这种风面 那么它下面的浮地抽芯之后 速度下来之后 上层也会慢下来 虽然它会可能越过这个三北防护林的区域 但是它也很快就沉降了 皮质不存毛浆烟腹吗 这个气流形成的根源本身不在了 那上面裹挟的沙子自然也就落下来了 是这么一套玩法 那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它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呢 就是很明显 这一次来源的沙子 压根要我的分析 虽然我手里没有证据 你们可以说 正同一活儿八道我没有证据 对我没有证据 但是通过刚才我说的这条逻辑分析 这沙子压根就通貌不是蒙古的沙子 OK 在我看来 这次的沙子 就是原本本该被三北防护林 防住的沙子 那奇怪了 那为什么突然这个沙子就起来呢 为什么三北防护林这么多年 都干得很好 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或者突然就防不住了呢 那你就得问 中国这些年干了什么事 你仔细想想 聪明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仔细想想 中国这些年 在咱们圣上的英明神武 亲自的时候 亲自的部署之下 它干了什么事情啊 退耕还林 还是退林还耕啊 还记得咱们之前说过那个梯田 是吧 把山上都是树林 把山推平了 先种树 有经济效益 种果树 种完果树之后 又把这个推平了 我们要搞梯田 哎 你就这么搞 啥三北防护林 八百北防护 八百标崩奔 北坡 八八八 那也防不住 谁来也防不住 对吧 辛苦 多少年的治国理念 你今天说 咔 要种树全给你种树 明天说砍了 咔 就给你砍了 后天说还得再种上 谁经得出这么糟啊 对吧 如果说这个沙子是蒙古来的 如果说三北防护林 从来都不管用 那你对吧 蒙古每年的这个蒙古低压 那每年都来啊 这些气象的 气流寒流冷风 每年都来啊 那应该每年都是这么严重 所以问题出在中国自己身上 是中国这些年北方的一些变化 导致了这一次沙尘暴 车车时间沙尘暴 如此的猛烈 跟人家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吗 正常有逻辑的人都能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方法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 这制杀布置中国啊 它有那种就是国际上都是通用的 什么历史杀仗等等那种啊 制杀的方法 还有一些在那些沙漠比较严重地区啊 没有水的时候 他们种一些什么那个是沙枣 还是什么什么一些特殊的植物 那种草形成网格状 那是干嘛呢 对吧 那草它这么高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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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很低的 怎么能拦住风沙啊 就是用用用砖头说那个原理 它不是拦住这个拦住沙子 或不止拦住沙子 它也是要拦住风 任何啊过境之后 在这个区域让风速降下来 沙子自然就沉降在这附近 在这前面或者后面 这不是我是胡说八道 听起来可能有些人可能觉得 可能不是没有道理 但实际上真实的那些人 制杀就这么干的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 总之 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来说都是政治问题 制大国 碰什么小贤不碰 制大国就得如烙大饼 我左翻右翻 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这就是咱们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象 你没辙没解 所以真的这个事啊 冤有头债有主 咱别甩到人家蒙古国去 是蒙古国 不像美国 你天天给人美国甩锅 可能甩习惯了 但是蒙古国 说实在的 人家蒙古人民 不背你这锅 好了 这是个小段 就跟大家简单的是看不惯 看不惯这种甩锅 简单的聊一下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蒙古这理论错了 也欢迎高屋人们给蒙古指出来 那如果喜欢蒙古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给蒙古订阅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